《環旧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鳳姐 大家記得鳳姐嗎 早幾年的時候 很早有個小十年了 鳳姐的時代 長得比較不是特別好看 然後有一些比較出格的言論 當時成為社會色點了 成為網紅的 然後後面就自己不知道 什麼途徑移民到美國去了 在美國在紐約 做修指甲的一個工作 後面還有一個媒體採訪過她 實際上說大家對鳳姐的印象有巨大的變化了 不像是她最開始看一個小丑一樣的 環球時報在批評她 這就是有點 有點意思了 我覺得我想分析一下這個事情 實際上說 就她批評鳳姐這個行為來看 其實反映很多背後的問題 是這樣子 我是這麼看的這個事情 她來批評指責別人 或者給別人一個建議 她是這麼說的 她說鳳姐她在國內 不安心做一個輸贏員 是吧 社會最頂端的輸贏員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學習 進修個什麼文品 對吧 再換個工作 你就實現了自己的提升了 輸入也更好了 是吧 或者說你去了美國 你抓著時間 學學英語是吧 去留學 然後回頭報效祖國 是吧 再回來也是對你一個提升了 所以你就安心於在那做一個 收指甲的一個 待了六年了還幾年了 她來以這種一種態度 其實你能看到說她在說這個話的時候 居高臨下的在批評評價這個事情 她把它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說你在批評一個社會最底層的時候 以這種居高臨下的這種一個態度 在做這個事情 這不是一個黨媒 或者說一個媒體該做的事情 媒體你可以去音量的去批評這個政府 這個社會所現象 或者說一些大的企業等等之類的 他們在社會上是強勢的 而你可以去進行批評它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在言論自由的情況下 你可以批評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對這個社會最底層應該包含一種 一種同情對吧 一種你不能在她身上再去踩了 這是讓人覺得非常不舒服的一點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先不說這個鳳姐 他這個人本身 他能從一個小城市或者農村 他來到一個大城市 在那去打工 他已經克服了很大的困難了 他不想過得更好一點嗎 他當然想了對吧 你能看到說我們從後面 他的行為能看出來說 他想辦法移民到美國去了 我相信在中國有很多人想移民到美國 如果說能去美國的話對吧 我在那工作我能掙到更好的收入 一邊是同樣的工作 我能掙到更好的收入 對不對 他也在努力地改善他自己的情況 而你作為一個這種黨媒 然後以這種 齒高 就是說以一種居上 就是說怎麼說來這句話 就是說以一種俯視的一種態度來看 這種社會最底層 這是非常讓人不舒服的一點 再說我們再說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態度 對吧 黨媒還是黨還是個政府 他們其實同樣的 他是這個三家三個三方 他都具有同樣的一個態度 在他潛意識裡面 他覺得他要更重要 他可以指導你的人生 對吧 他可以指導你做什麼夢 你應該做中國夢 你應該做別的夢 你看到沒有 他為什麼會給你這麼一個建議 他把它自己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 但事實上是什麼 不管是你政府 對吧 你成為一個執政黨 或者你是政府還是黨還是黨媒 你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機構 就像是小區的物業一樣的 你沒有任何的 凌駕於你的小區業主的這種地位 對不對 就是說小區業主做個比喻 說小區業主把這種一個物業管理的服務 外包給你的公司來做 從商業上來說是照顧你的生意 對不對 我們說那我們當然小區業主也不能吃高其昂 就只是你了對吧 可能作為人來說我是平等的 但是小區業主也絕對用不著低聲下去求你 對不對 你把你自己的位置要擺清楚啊 我靠你他媽是大爺對吧 你還給小區業主來指導說 你這個生活應該怎麼過呀 對吧 是嗎 你應該把你自己的生活做好 你應該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了 對小區業主來說 就是說你這個物業公司 你把你工作做好了 小區業主用不著 對你感恩戴德 這是你的工作對吧 我照顧你生意 讓你做這個事情 你做不好我要問責 這是公民和政府的一個合理的一個關係 對吧 對不對 就說你的工作取決於說 你的工作來源是什麼 說納稅人的錢拿到一塊對吧 讓你作為經費你在這做管理啊 事實上是說納稅人給你提供了一個工作啊 而你現在變成了什麼 說你知道納稅人做什麼做什麼夢了成了 你不是這很可笑嗎 對吧 我覺得在中國的時候 可能我們在很多很多時候啊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理順這個關係 你看很多很多地方的人的維權的時候 他在幹嘛 他跪到那塊 哎呦天哪你也沒搞錯我靠 那跪下來他應該是這個政府跪下來 是不是 怎麼那麼簡單 我已經靠到友好 尾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